瀑布是怎样形成的? 瀑布是由水流穿过岩石或地层的过程中。 由于地质构造、融石作用或其他地质过程而形成的自然景观。 瀑布的形成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步骤。 水流源头 瀑布的形成始于水流的源头。 这可能是河流、溪流或其他水体。 水流在流动中携带着岩石颗粒和其他沉积物。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对于瀑布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。 当水流经过一个地区时,如果遇到了不同硬度、不同耐时性的岩石或地层,就会形成地质断层或者皱。 这些地质特征可能导致水流的方向发生改变。 融石作用水中携带地溶解了岩石的溶液,尤其是有其酸和二氧化碳。 这些溶解物质使水更具侵蚀性,对岩石进行融石。 瀑布的形成 当水流流经地质构造引起的断层或者皱石,可能会发生侵蚀,特别是在硬度不同的岩石层之间。 融石过程逐渐侵蚀出一个垂直的坑或峡谷,形成一个瀑布。 在这个过程中,水流从高处落下,形成瀑布的景象。 瀑布的演变,瀑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。 水流的不断侵蚀和沉积作用,以及地质过程的变化,都可能导致瀑布的形状和高度发生变化。 有时候,瀑布可能会向上游迁移,或者下游形成瀑布和深谷。 总体而言,瀑布的形成是一个雨水流。 地质构造和融石作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。 地球上有许多著名的瀑布,它们的形成背后都有着独特而复杂的地质历史。 地质构造和融石作用相互作用相互作用。